一份营养的早餐 做起来既快又简单 瞬间开启我们能量满满的一天 全麦面包稍稍热一下 如果您有烤面包机 这一步就更简单了 现在提倡少吃三白食品 白米,白面,白糖 白吐司面包也是其中一种哦 所以尽量选择全麦或谷类面包 中等硬度的豆腐来两块 把它们捣碎 平底锅里来点油 把豆腐炒一下 豆腐尽量选择中等硬度的 这样炒出来不硬也不软 咱们来调个味儿 姜黄黑胡椒 这两个是绝佳的组合 再来点盐 一勺营养酵母 豆腐含有一定水分 尽量把水分炒干 我这里用的是营养酵母 不是咱们发面和做面包的那个酵母 营养酵母是一种常用于素食烹饪的食品 含有大量的B族维生素 蛋白质和鲜 有一种类似于坚果或是奶酪的味道 所以常被作为奶酪的替代品 喜欢这口的您不妨试一试 稍微翻炒一会儿 我们的素鸡蛋就炒好了 这颜值 您觉得跟真正的鸡蛋有几分相似 口感嘛 更值得尝试 来个西红柿 给它切成片 烤好的面包抹成酱 我这里用的是杏仁酱 您可以换成任何您喜欢的酱 再铺上一层生菜 放上咱们炒好的素鸡蛋 再加上西红柿 除了西红柿 您还可以放上任何您平时喜欢的水果 在这里可以创意无限 除了三明治 我们再准备一杯热饮 早上的时间一般都比较紧 我直接冲了一杯豆奶 平时您早餐都喜欢喝点啥 是咖啡还是红茶 等天气暖和了 来上一杯现榨的蔬果汁 那我们的早餐营养就更全面了 忙碌的您一定要记得吃早餐哦 我们下期再见